以色列空袭烈度前所未有 珍珠党指挥层几乎全灭 大家好 长期以来啊 以色列因为占据空中优势和情报优势 在和周边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冲突里 往往具备极高的斩首效率 而在近期啊 里巴嫩珍珠党这边的指挥架构 就遭遇了极大的损失 而如今呢 伴随着以色列着手考虑北伐 对里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 空袭烈度更是前所未有 综合里巴嫩国家通讯社和路透社等媒体的消息报道 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一系列空袭 几近将珍珠党高级指挥层人员全部斩首了 28号呢 又针对珍珠党的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 也发动了斩首行动 据称啊 斩首行动是27号早期时候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联合国出席会议期间 远程批准的空袭行动 目前呢 多家海外媒体都声称啊 在空袭发生时 珍珠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正在和他的亲信们 在开会决定近期被以色列空袭杀死的高层人员指挥位置 被认为很可能被当场炸死 但是对于纳斯鲁拉的死亡 雷巴嫩珍珠党方面没有耿出任何回应 因此我们就当作他生死未卜来看吧 毕竟啊 在2006年的时候呢 以色列也试图斩首纳斯鲁拉 并大张旗鼓宣布斩首成功 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呢 纳斯鲁拉又公开露面了 我这里直观的说几点看法吧 首先呢 就是纳斯鲁拉如果还活着 那么大概率近段时间 他不会再公开露面了 毕竟如果第一时间宣称存活 那以色列肯定会想法 采取第二波的打击行动 所以延迟公布 尽快转移 是珍珠党领导层的首要任务 而如果是真死了 那么反而会很快公布 并第一时间确认继任者 用于稳定军心 其次呢 以色列试图用斩首行动 打垮珍珠党 为自己北伐扫定障碍 大概率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珍珠党 它终归是一个政党体系 而且是一个在反抗 以色列入侵中而诞生的政党 每一个政要都准备了继任者 即便被斩首了 组织框架下 所有人的共同目的 也不会改变 事后会立即选出 新的领袖和领导层 反而是长期来看 以色列的行为 会刺激珍珠党内的极端情绪 加速降低珍珠党手段上的下限 也就是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恐怖袭击手段 否则就意味着 珍珠党软弱 或者开始烟气息鼓了 最后一点就是 珍珠党的情报肯定是遭到了泄露 甚至是高层遭到了渗透 此次袭击呢 以色列声称目标非常精准 也就是说啊 在事发前一定是有关键情报 所为支撑的 那么到底是珍珠党内部的内鬼 还是黎巴嫩政府这边泄露的 那我们就难说了 坦算的说啊 但期之内对珍珠党还是打击挺大的 近20年的军事指挥框架 各系的中高层将领 都死在了以色列的空袭斩首行动之下 战斗力上肯定会大受打击的 下一步纳斯鲁拉无论是生死 以色列若是开始了北伐 那中东的大事就发生了 好 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